早上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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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想熬湯 很久沒熬過湯 今天就熬椰子雞湯 試完我之前 買了兩個椰王回來 拍了片 做了椰王燉蛋白 剩下椰肉 還有椰水 免得浪費 不如來做椰子雞湯 材料非常簡單 因為我懶得要去斬雞 買些雞件回來 其實有時候煲湯 會斬得不好 有些碎骨 我不太喜歡 所以我就不如買四隻 這些筆 不用弄得那麼麻煩 不用搶不需要什麼 直接 我已經出了水 洗了 另外這裡 就有些椰王水 不適合喝鹽子水 一 消化功能交藥的人 二 脾胃虛寒的人 三 氣管不好的人 四 驚奇來潮的女性 還有椰肉 浸著的是食用水 還有兩顆紅棗 待會處理一下 去核 沒有去核比較醜 還有海粥 海粥和肉粥 其實都差不多 海粥的功效是 滋陰、潤、醋 很適合熬食的人 還有有些 杞子 一片薑 這個湯 其實你可以就這樣喝 或者你想打火鍋 做湯底 其實都可以 我們現在就來 處理了一些食材 紅棗去核 選擇 一邊 選擇 排水 紅棗 海粥 泡水 泡一泡 水 浸泡 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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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10至15分钟 然后倒入水洗一洗就可以了 杞子不需要浸太久 大概700分钟 所以浸了一半之后 我们就可以浸在杞子内浸 这样浸多700分钟 我们就可以把杞子捞起洗一洗 处理一下椰肉 有些人不处理 直接倒进去 我不想吃的时候 会吃到这些硬碎碎的东西 那些椰壳或者有些猫 我现在就先去一去 我的水先倒出来 我会撕走这些位置 你可以用刀剪掉它 或者切掉它 撕掉它 其实很容易 椰子肉就处理好了 撕掉了一些黏住的渴 这样 这次就不用压力煲 因为这个汤就不用煮很久 这个汤大概煮一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就可以了 先放下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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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腿 杞子 黄棗 两粒 一片姜 椰子水 用来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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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一开始可以先用大火煮 让它滚了再转小火 椰子鸡汤煮好了 真的很香 最后可以加少许盐 调味 其实汤的份量也差不多了 太多汤的话会很淡的味道 可以了 很棒 很香 很香 这个汤真是 丝阴 芫草 适合选季或冬天喝 闻到很香 现在来试一下味 非常足料 精华 嗯 很好喝 一喝入口 就是甜味 然后就是红棗味 最后就有椰子的清香味